化石能当燃料吗 其实我们使用化石燃料已经很久了 从18世纪开始 人类就开始发掘化石燃料的真正潜力 200多年的时间内 化石燃料文明使人类人口数量增加到了70亿 无数次战争毁灭因化石燃料而起 那么究竟什么是化石燃料 化石燃料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太阳炸有地球已经有45亿年了 起初的地球并不知道该怎么利用太阳的馈赠 知道生命的出现 植物利用光把空气里的探索在叶子树干中 上亿年来 广阔的森林覆盖着地球 海洋中也充满了生命 植物和动物死亡后 它们的遗骸化为矿石 锁定碳能就是把它们转变成煤石油和天然气 18世纪开始 人类发明机器来利用这种埋藏在地下的丰富能源 短短几百年来 它们就帮助人类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以汽油为燃料的车辆 把城市连接到一起 利用煤炭和石油驱动的船只 把各个大陆联系起来 技术创新让全球的及时通信成为可能 文明实现了真正的全球化 但燃烧化石燃料会把远古积累的碳排放到大气中 有证据证明 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加超过了40% 大气中的甲烷和其他微量气体也增加了一倍 这远远超过了今天植物土壤以及海洋的吸收能力 这对气候和生态系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其实并不是 在人类时代 除了对能源的不正确使用 还有其他方式让我们威胁到了自身的生存 现在全世界人口为77亿多 平均每分钟有259个新生儿来到这个世界 人口的增加意味着需求变大 据统计 为了养活所有人 农民未来40年需要产出过去8000年出产的同样多的食物 这就意味着更多的土地会变为耕地 人类开始以惊人的速度侵入自然界了 森林在减少 荒野被开垦 动物的灭绝速度比之前快了1000倍 据估计在短短的50年里 野生动物的数量减少了将近60% 琥珀和浅海被填整 鱼类也在逐渐减少 我们对其他物种栖息地的破坏 还会持续多久呢 因为如果持续下去 毫无疑问 一场大灭绝将在所难免 也许你觉得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很好 到处一片升级昂然 挺拔的树木 美丽的鲜花 绿油的草坪 但是就是在这些升级昂然的不远处 便是地球的伤痕 过去200年里 海洋酸度增加了大约25% 过去100年里 海平面上升了20厘米左右 在短短的50年的时间里 有一半的北极冰川融化消失 在这短短的200年里 我们成为了一股巨大的地质力量 其破坏力足以和地球 十亿年中的任何事件相媲美 地球不会想到 它将宝贵的财富赠予人类 让人类得以生存发展 换来的却是满身伤痕 人类也不会想到 让生活便利的能源 让自己安心的种族 会让地球受到如此大的伤害 但亡羊补牢维持不晚 我们还有机会去改正 我们犯下的错误 如今我们渐渐使用 可失去发展的新能源 来代替化石燃料 例如水电 风能 太阳能 还有核能等等 这么做就是为了 弥补我们之前犯下的错误 好了 往期视频跟我去 记得点赞转发 就关注 最后拜拜了你来